节课咱们来说一下如何将人物的皮肤调得白皙通透 一样的先讲思路再讲操作 咱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好的皮肤是什么样子的 以这张图为例我们观察一下模特的皮肤 首先它的皮肤是比较亮的 也就是说皮肤的明度比较高 在我皮肤的饱和度并不高 就是颜色没有那么厚重 然后皮肤的色相是偏这种呈红的 那咱们就知道了白皙通透的皮肤 它是高明度低饱和 然后它的色相是偏橙色的 有这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如果我现在想要把这个小姐姐的皮肤调到白皙通透 主要关注两个点 第一是统一 第二是对比 什么叫做统一呢 就是我们一眼看过去 那整个皮肤它都是一个整体 它在一个亮度级别 再是它的色相统一 没有红一块黄一块的 都是统一在一个色相区间的 然后就是它的饱和度 除了五官腮红妆容的位置 那它的肤色都是比较淡的 第二就是对比 有反差人物才有立体感 才会显得通透 也就是说人物的皮肤虽然都是比较亮的 那如果把所有的地方无差别的都提的特别亮 这个照片就会显得比较平 人物也没有立体感了 通过刚才的分析 咱们首先要做的是统一 统一的时候需要遵循的是 先引调后色调 就是先要统一它的明暗关系 很明显我们能够看得到 人物的脸部这些区域的话是比较暗的 所以需要先将这一块给它提亮 提亮的时候 需要获得人物的皮肤范围 这个时候 咱们可以从左侧工具栏的位置找到快速选择工具 快速选择工具 光标在默认状态下是个圆圈 那么光标的大小是可以通过字母间 P间右侧的左右括号调节的 你适当调节光标的大小 在人物的内部拖动你的光标 就能够快速的将人物面部选出来了 选好之后就是提亮 咱们选中最顶层 单击图层面板下第四个图标 此时选择曲线 那么大家看左侧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手型工具 我们看一下使用手型工具点在人物皮肤哪里 那这块区域的话就会有一个小点 指示的就是该位置的明度 好我们在皮肤的位置加一个点 然后选中这个点给它向上移 我在调整的时候 为了让这个边缘的过度更加自然 大家看在曲线调整面板右侧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蒙板 你单击蒙板 适当把它的语化值调大一点点 这样边缘就会有虚化的效果 不至于调节的太生硬 接着咱们需要进一步体谅一下人物的皮肤 还是有点黑 此时你可以选中最顶层 单击涂层面板下第四个图标 选择的是可选颜色 那么可选颜色就是可以针对某一个颜色 单独进行调整 那代表皮肤的颜色是黄色 所以我这个目标颜色在这个位置选择的是黄色 我希望提亮黄色 那我调节底下颜色选项的这些滑块 都会影响黄色 我希望提亮黄色就是给它减少黑色 如果我只希望下面的这个层发生改变 你就选中属性面板下第一个图标 直接单击就可以了 这个叫做向下创建剪贴萌版 它就可以把刚才调整的效果 装到咱们刚才设置好的这个皮肤的容器里面 这样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了 那我希望的是它白里透红 所以咱们也可以给它加点红 减青色就是加红色 填到这一步以后 咱们可以看到皮肤的饱和度有一点点高 此时可以把皮肤的饱和度降低 如何降低整体皮肤的饱和度呢 咱们可以选中背景层先获得皮肤的选区 同样的道理 左侧工具栏的位置找到快速选择工具 那咱们使用快速选择工具 快速的把人物的皮肤选出来 在选择的过程中 如果有一些地方多选了 那你就把画布放大 把光标缩小一点点 按住Auto键不松手 在外围就可以从选区中减去 那么按着Shift不松手 就可以添加到选区了 皮肤都选出来以后 怎么给它降低饱和度呢 选中最顶层 单基土层面板下第四个图标 这个时候咱们选择的是黑白 此时这个人就完全变为黑白了 那咱们不需要全是黑白 把它的不透明度适当降低一点点 这样能够起到降饱和的作用 我这里降到了15% 那我们看一下之前之后 它的皮肤的颜色就没有那么重了 同样道理 如果你希望它的边缘更加自然 那你就找到这个蒙板 给它适当的去加一点点羽化值 我现在统一了皮肤的明度 降低了皮肤的饱和度 接着就需要处理色相的问题了 咱们可以看到皮肤上有一些绿色的环境色 需要去调整一下这个颜色 那选中最顶层 盖印可见涂层 它的快捷键是Ctrl-Alt-Shift 同时按下加E 然后单击涂层面板下 倒数第二个小图标 新建一个空的层 将涂层的混合模式改一下 改为颜色 我们说一下颜色模式的混色原理 左侧工具栏的位置 找到画笔工具 我单击前景色 此时随便选择一个颜色 在这个空的层上去涂抹 那刚才的这个颜色就会附着到人物的皮肤上 所以我就知道了 如果我提取正常皮肤的颜色 那么盖在这种偏绿的地方 就可以用正常皮肤的颜色替换 覆盖这种偏绿的肤色 那咱们找到画笔工具 按着Alt-GEM不松手 鼠标的光标会变成吸管 此时你就可以去在正常的肤色的位置点一下 去吸取这种正常的肤色 然后涂抹覆盖在这种偏色的区域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调整之前与调整之后 以上就是如何调节人物肤色 你学会了吗